非常大 先來看有錢人的生活 宜蘭這個地標型的建築物 阿拉伯宮非常非常特別 它的外面就是看起來白白的 有人說像白宮 但是它其實是阿拉伯的風格 是阿拉伯的 阿拉伯王林昭文 他所建的一個地方 而且他是中西河壁的一個狀況 那內裝的部分 其實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這個很多人去衝浪 或者去宜蘭玩 經過的時候都會忍不住看一下 那內裝是富麗堂皇 而且他在客廳裡面有一個 最厲害最厲害的景觀 他有無敵的海景 而且遠一點是什麼 龜山島 一整座龜尾龜首 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 然後棕櫚樹 還有中國的建築物 非常非常漂亮 現在多年來一直說要賣 都一直賣不掉 這一次又要賣了 但是價格要保密 2018年當時開出來的價格 33億元 33億元買這一大洞 應該說兩大洞 其實應該是不貴 但別忘了 2018年到今年物價飛漲 是不是會漲更多 還是說因為一直賣不掉 有可能砍價 但是現在幫他賣的人要保密 所以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最近到底能不能成交 一樣在宜蘭 我們的年輕人卻很苦 現在很流行 叫這些年輕人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成 18歲就成年了 18歲就可以投票等等 開始做討論 有出現一種狀況 18歲成年了 自己負責任 我們推出一個東西 雖然你可能高三 或者你大一而已 但是我們一個零元購 不是叫你去搶機車 是零元買機車 為什麼 你交車的時候零元 但是你後面就要背 一個大筆的車帶 機車現在動不動 說是賣到11萬了 什麼時候機車變這麼貴 可能是非常不錯的機車 那小保官也尷尬了 因為大家問他說 這個年輕人都不知道 他根本設施衛生 要被人家騙 簽了怎麼辦 法官說他成年 所以他簽了 就是自己要乖乖的還錢 不管你打工跟爸媽求 那另外一個 現在買房子也變得簡單 因為我們新清安專案 20到25歲最新調查 他們的申請房貸 居然暴增了51% 這很多爸媽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如果後續 交不出來的時候 保人是誰 就他的爸媽 倒楣是怕爸媽 年輕人根本沒有在怕 然後現在有個數字說 七都買房多少頭期款 台北要691萬 新竹縣現在晚三年 多買了 多籌 215萬 越來越多 然後還有包括35K 拿新清安買千萬帆的 來幫他算 這個算是算客氣了 他是1700萬的房子 貸款大概1360萬 分30年2.2%的利率 等於說他一個月 這個要繳五萬兩千多塊錢 賺都搞不好沒有賺這麼多 請教林濤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 剛才提到的 機械付不起十幾萬 跟這個海邊 我們知道宜蘭的阿拉伯宮 林昭文本來蓋這個阿拉伯宮 他是要當博物館 榮子博物館 他裡面你看他很多擺設 很多古董 他就是富力堂皇 裡面你在裡面你以為是以示 現在在杜拜阿拉伯大公國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在宜蘭 而且看出去是龜山島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看到這個內裝 跟外表 當時候真的是蓋得很強 那這塊地的所在地 是林昭文跟他太太的初戀 所以他是要想像那個初戀 他在阿拉伯金山賺了錢要回鄉 可是我覺得因為現在 林昭文已經過世多年 所以他幾乎現在賣出去 就是我覺得後代子女 覺得太難太難去維持 他的外觀要維持白色的地方 然後裡面大理石 雖然也很好清潔 可是很多古董 古董你要派人在那邊 一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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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所以他現在想賣 所以你可以看到宜蘭人 真的還滿多有錢人的 看到很多巴拉利 可是年輕人可能會很擔心 你怎麼看那個 林園交車這個事情 好像越來越多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對比 還有一些人是買自動車 然後還背貸款的 我覺得現在不管是自動車 外背貸款還是新清安都很辛苦 因為你讓他們 完全沒有門檻進去了 結果後面背債是非常長的時間 讓這些青年或這些年輕的家庭 未來是非常辛苦的 好像看到希望 但是不小心就變成車奴跟巫奴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看看到國外 他們現在 遊客太多造成房價的高漲 他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遊客又不多 我們連這個什麼幾百萬的目標 都很難達成 巴塞隆納示威者還拿水槍 射他們觀光客說滾啦 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不喜歡觀光客 他們的房租漲了七成 過去十年來 房價也漲了快要四成 觀光客去年就高達2600萬人 他比日本人還動不掉 受不了了 拿水槍噴你們 你們造成我們生活壓力 非常非常嚴重 波蘭是因為他緊鄰戰場旁邊 所以大量的難民 而且他們跟我們一樣 有推出這個所謂十年首購 2%的這個房貸利率 本來是要幫忙刺激房市 就沒有想到房價是整個歐洲 漲最兇的 比第一季 比去年高出了18% 狀況很多 但是我們現在買房子 台灣買房子 不吃不喝 是全台灣 這個可能台灣跟其他外縣市 那種房價很難漲的比起來 不吃不喝 要將近十年才買得起 但台北市是15年 但我覺得15年 可能都還是有點客氣的算法 請教兵哥 其實全世界對觀光如果過熱 都是會有一點反彈 除了日本 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有一陣子 因為日本觀光客塞太多 當地居民反彈 現在巴塞隆那也會反彈 大家忘記了嗎 之前路客很多的時候 不是也有很多人很討厭路客 覺得路客來 就是營養我們的生活 針對坦克 對 就是那些一條龍 台灣人又賺不到錢 又破壞我們的環境 都會有這種說法 所以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 只是當你觀光客量 如果不加以控制 真的一下暴增的話 確實會影響到 甚至連物價都被抬高了 所以對當地人來講 當然會受不了 可是波蘭這個情況 就比較不一樣 波蘭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因為他旁邊就是俄烏戰爭 然後他接受大量的 烏克蘭的難民來 等於大家生活空間 一下子之間被狹窄很多 然後波蘭政府本身 除了要去照顧這些難民之外 他也要花一大筆錢去什麼 一方面支柱烏克蘭 另外一方面 他要自己增添軍購 因為他怕俄羅斯會入侵 所以他國家 大主兩頭燒 對 然後他國家已經 幾乎沒有什麼資源 再去照顧一般的百姓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波蘭聽起來會不會是 我們以後的處境 我們恐怕沒有這種機會 因為沒有人要照顧 我們恐怕是被打那個 所以我們情況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也就是當然 人類是可以互相幫助 可是當難民多過頭 多超過到你國家 整個負擔的時候 對波蘭來講是公平的嗎 我真的覺得大家應該要仔細想一想 到底我們會不會打仗 賴清德做了一個非常特殊罕見 而且是首串 他以三軍統領的身分去參加 就出現在舉官原地 他參加精神戰力週 而且他跟這些軍事官們 坐在一起擺拍 看似好像是很自然的互動 就一如他過往在選舉的時候 跟學生互動 就如此的擺拍跟尷尬 其中有一個少校就問他說 總統請問我們現在國防自主 會讓人家覺得有戰爭準備的錯覺嗎 賴清德說 有人問你這個問題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就是要做好準備 我們這個做好準備 不怕人家來打什麼什麼的 然後講了一堆 每一滴汗都不白流 他最後還跟那個少校講說 如果再有人問你 我剛剛講的那一套 你就跟他講 我覺得他以前跟學生也是來這個 他說中國的滲透跟刺探不會停止的 但是大家很納悶的是 講了也將近一個月了吧 那到底有沒有這個對岸的記者 去盯藏我們的友台的節目呢 那陸委會今天說法 他說報導的人 自由時報說有所本 那被指控的東森新聞 他們是否定有 東森電視台 是否認這個報導的內容 那他說所報的新聞皆有本 而且經過合理的查證 那我以後隨便亂指控 然後問過當事的人就沒事了 問題是你的證據在哪 哪拿不出來 講那麼久 基於新聞的倫理 不便透露消息來源 什麼時候民進黨這麼尊重 保護消息來源這件事情 以前都是叫人家拿出來 然後現在包括我們看到 有這個攝影官導演 他到漢官演習 他要拍這個電影導演劇 他是叫蘇志宏少校 很不幸的他運動猝食 這個可能跟天氣 或者是跟作息 衛生保健都有一些席情相關 那現在也有個狀況 國防部要在台東 台東最近的軍事動作非常非常多 台東的官商要蓋這個戰備道 縣長還有包括當地的 這一些政治人物還有鄉親都反對 因為會影響他們的農田 這個等一下也要請教林濤 為什麼會在台東的官商 要準備蓋這個戰備道 當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看到海軍 海軍爆發的這個共諜案 新訓中心的士官被吸收 但我很納悶的是說 你用各種欠外債 想辦法去拍海軍的這些人士 訓練基地等等 但這些東西大陸的衛星拍不到 而且新訓中心到底有什麼 高等級的機密 這我也是搞不太清楚 但是新聞裡面特別講 這一位他們吸收的人 對方張先生是一個 不知道他身分是什麼 他講話有中國口音 所以現在中國口音真的是很邪惡 很可惡是不是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大陸的海洋 這個科考船 現在船到我們東部的海域 距離宜蘭只有37公里 非常的近 但我們國安局長說 放心 他們沒有放水下的設施 可能只是做水文的資料收集 但這艘船裡面 有沒有其他的設備 其實大家也很好奇 請教林濤 對 基本上我們看到 這個官山的戰備 他本來就是要在台九線上 去做這個戰備 他想說會因應這個 比較嚴峻的趨勢 所以我們非做不可 可是你做之前 難道不用跟地方的居民溝通 目前看起來 以地方的陳情惠上 都沒有溝通 你沒有溝通 你這個戰備 不管未來有噪音的問題 還是那個路的 我們講迫害糧田的部分 你的補償方案是什麼 你都沒有討論 所以民眾會覺得說 你在把我當什麼 你怎麼會直接來 就直接宣布了 而且你看 這我們賴清德賴總統 他身為一個總統穿的軍裝 好不好 覺得自己還滿帥的 他可能覺得自己很帥 跟大家坐在一起 可是重點是 其實軍 我們講的這些基層的軍官的 真正的狀態 你了不了解 你不能去塞好幾個人 說如果有人說 是不是要打戰了 要說做好準備 這些問題都是塞出來的 現場的問題都是塞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不是提到嗎 有一些海軍就爆發共鐵案 他的財務出問題 他去LINE 去Telegram上面去尋求協助 所以我覺得與其 LINE總統穿了軍裝去作秀 你應該是要了解 誰有財務問題 在政戰關這個溝通的過程中 你試試遇到實際的問題 才不會像這個海軍的共鐵案 為了17萬 把我們所有基地的照片 軍艦港內的所有的資訊 給他賣出去了 才17萬 全部都把國家基地賣光了 所以我覺得說 你看國防部的意思是什麼 是我們可以常常放一些影片 教育影片 放一些微電影 然後讓我們大家有精神一點 然後可以面對未來挑戰 我告訴你 這些基層的官兵在缺錢的時候 你還叫他看微電影 他根本就看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們的國防部 跟我們的賴政府 是不是把問題搞錯了 是不是把這種對話丟掉 完完全全在搞戰備 然後搞戰備的過程中 又不體恤基層的官兵 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特別注意到 這個為什麼官兵會特別去問 說有沒有為戰爭準備的錯覺 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國軍 不就是隨時要為作戰爭 作戰來做準備嗎 這個問題就設計得有點奇怪 剛剛講到說 大陸的海洋科考船 他闖到我們東部的海域 這個等一下要請教兵哥 他到底是如國安局局長說 他沒有釋放水校的設施 所以放心 他可能只是做基本的水文資料收集 但我們自己都知道 科考船上面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掌握 有沒有辦法調查 這是你要這個 你要怎麼去面對你的敵人 和對你的動作 然後台中也有一個狀況 發了1.2億元 蓋松柏雨桿市集 然後很尷尬的是 他開幕的那一天 因為有活動 有造勢 所以盛場人很多 但是到了隔一天而已 立刻空蕩蕩 完全看不到人 變成蚊子館了 怎麼回事呢 他說有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 所以加上有些漁民沒有出海 沒有出海 沒有作業 當然就沒有賣 所以看起來空蕩蕩 結果人家去問漁民說 不是這回事 漁民說直接港口就買賣了 習慣就在港口直接做交易了 根本不會進到這個市集 那現在蓋著這麼漂亮的市集 如果不堪用不實用 是不是就浪費這些錢 花1.2億元 那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財訓的這個 謝金河 謝大師 他講了兩句話 第一句話說 我們台灣都靠AI在賺錢 錢已經淹到天花板 我認同 但是他說兩岸的關係越不好 台灣的錢就越多 因為都從大岸對岸過來 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要每個人都有錢 錢到處撒 他們腳部 就是兩岸關係要繼續的惡劣下去 這是謝金河的一個說法 那現在有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要打仗 看一下俄羅斯的軍人 疑似用了一個北韓古董的炮彈 然後這個畫面在 這個相關的社群直接出來了 居然彈炸 彈炸操作的三位的這些軍人 現場直接當場就殞命了 那這個狀況我們會不會發生 我們有沒有不堪用的這些設備 美國現在也非常混亂 居然有出現了子彈的販賣機 當然他們的槍支 武器 在美國是有一些正式的管道 可以販售 但是美國同樣也因為 他們的社會事件非常非常嚴重 那子彈販賣機越容易取得 狀況會不會更加的複雜跟惡化 請教賓哥 我覺得蔡明彥真的是報喜不報憂 你講說他沒有放水下設施 所以只是單純做水溫偵測 那裡是哪裡 那裡是四海里林街區 那個地方是可以讓人家 做水溫偵測的嗎 你水溫被人家偵測以後 人家潛艇直接就進來了 不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拜託好不好 兵哥水溫偵測不就是未來 我海軍如果要打 要從這邊寄來的話 我可以知道這邊的水向 海向 他就知道整個水下地形 海流這些東西全部都知道 我們國安局長是軍忙嗎 是 你這種東西 可以隨便讓人家偵測的嗎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不知道 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而且海洋客船都是慢速船 請問一下這種慢速船 為什麼你會一直到 二十四海里林街區 你才發現攔住他 你早在一百海里外 就該攔住他 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在胡說八道什麼 我們就是門戶洞開 讓人家親門踏戶就對了 然後這個松柏渝港市集 而且看起來還是 這個粉絲團先發現 是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的海巡到底有沒有發現 我們國軍一定知道 但是他不跟你講而已 他也不去 他們現在不敢去 怕打起來 對啊 可是我們去的是台東艦 台東艦沒有小盾位吧 沒有小盾位 但是問題是 你也不能對人家發射武器 或幹嘛 可是廣播罵他叫他滾 人家不理你 就是這樣子 你以為你罵他 但我也太懦弱了吧 趕快罵回來的 這個民間的粉磚發現 你才有動作 然後去的動作也那麼小 其實本來國防部 共機那些航線也都不公布 都是這些民間粉磚發現之後 後來現在國防部才例行公布 那不是掩耳盜鈴嗎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整個國防部就是這樣作業的 那這個松柏市場 我老實講 這不是個案 其實台灣一大堆市場都是這樣 因為你京區市場對很多漁民 或是攤販來講太麻煩 我在外面 我原來習慣的地方還比較好 我一善愛在港口 人家又來搶來買了 對 我根本不用走到這邊 我已經賣完了 那我進來幹嘛 進來我還要另外搬運 幹嘛什麼東西 但有點可惜 因為我看那一棟蓋的 真的滿漂亮 而且如果裡面有冷氣的話 其實比在港口好 是 高雄也有 但是問題是你當初的 整個動線沒有設計好 那人家當然就不願意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去想 那至於謝金河 那你要不要乾脆直接建議 賴總統我們直接跟大陸宣戰 好不好 這樣子我們兩萬關係最差 然後每個人就變富翁 對啊 我們每個人就發大財 因為台灣錢全部都回來了 你確定 兩萬關係越不好 我跟你講 最近這一陣子 其實是有一些外資進來 造成台灣的股市 看起來比較往上 等到外資開始抽的時候 開始割韭菜的時候 你確定台灣會這樣嗎 就風險是還是滿大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 不要胡說八道 那至於老舊武器 我告訴你哪裡最多 台灣老舊武器最多了 你忘了我們潛艇是全世界有名的 超過60年 然後我們的砲彈 什麼一大堆庫存武器很多都二戰 那我們會像北韓的古董砲彈這樣 直接堂炸炸死三個人 當然這個畫面要特別強調 是社群出來的 政委還有大概進一步調查 這個還要去查證 可是老實講 當時間一久之後 如果你保管稍有疏失 就是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國軍有徹底 全面的檢驗過我們的砲彈 跟那些儲藏的彈藥嗎 你確定有嗎 以前我們當過砲兵單位 那些砲彈其實在翻新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都會覺得有點疑惑 你忘了去年還有前年 我們不是一連串發生很多 彈藥庫爆炸事件 表示我們其實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翻新管理上面 可能有明顯的問題 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笑別人 我們先看看自己能不能 那現在也包括說 我們看到美國說 要買這個子彈的販賣機 這個會不會造成他們的 這個社會資安更糟糕 其實照理來說 美國一直都有槍擊事件 尤其美國每年都一堆 校園槍擊 街頭亂射 那美國為什麼不去控制這堆 還讓子彈販賣機出來 因為美國最強的一個東西 叫做全美步槍協會 因為全美步槍協會 就是他們競選的重要金主 那在美國來講 尤其是現在是選舉年 金主最大 所以沒有哪一個政客 敢去跟他們講說 你不能設這個東西 反而是你用力設吧 只要你賺到錢 願意捐獻給我 那我就OK了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 民主制度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也不要大驚小怪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舟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